第三试题如右图所示 透过富士显微镜观察到标本的像是经过透镜两次折射的结果 最后成像对原标本而言是属于 我们可以根据老师上课的结果直接背下来知道答案 甚至可以透过老师上课教我们的标本是放哪里 第一次成像是怎样 那在哪里然后第二次又如何而知道答案 那事实上我们只要看这个图 我们就会晓得答案了 我们从图上看到这个是最后的成像 那么这个是标本 所以我们就知道它是导立的 而且是放大的 那么这里的延长线过来是虚线 所以是虚像 所以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放大导立的虚像 因此第三试题问我们说 最后成像对原标本而言是属于 我们答案选的是B 放大导立虚像 好